OK 我們的顏色都已經上好了 先關掉 看一下 原本是長這樣 後來新增了很多塗層 又說頭髮的塗層 插圖 小口的塗層 字 一樣是塗的塗層 T恤的塗層 鞋子的 鞋子的 還是鞋子的 牛仔褲後面的口袋 從Google上面抓下來 牛仔褲的顏色 材質也是從Google抓下來的 Skin 膚色 底色就不要了 底色是剛才要研究一下上色情況 再給它一個底色 那我們存的時候呢 上面的這個線要關掉 你記得關 不然你待會在Maya那邊貼材質的時候 那個線也會出現在上面 所以上層的線關掉 黑色的底色也關掉 另存新檔之後呢 這兩個不要開 好 我把這個存成這一張 One OutView V1存檔 然後這個原始檔 我會再另存一張 這個 拷貝的 這兩個要勾 再說一次喔 你另存成 這個OutView V1的時候 這兩個是沒有勾的 所以它不會保留這些圖層 它只有單張而已 OK 記得齁 好 回到我們的Maya 好 這是做好的模型 上 Blink材質 點一下 然後 點Color後面的框框 找到Fire Fire呢 我要找UV1 Open 這要記得開喔 不然會看不到顏色 就上上去囉 小狗狗 這也是在Foloshel畫的 褲子的材質 牛仔褲 還有口袋 鞋子 鞋帶是另外做的 這個另外加一個Bling材質 上白色 OK Render一下吧 看一下Render的範圍 在這裡 Render 算一下圖 有點暗喔 我們改一下背景色 Environment 再Render一次 OK 好 你點模型按3 123的3 把它變圓滑了 剛才是比較硬 現在是Smooth OK 然後我們再來Render一下 Render一下 Render一下 還是硬邊 怎麼辦 然後我們點模型按1 讓它回來 這是硬邊的狀態 點一下它 我們到Polygon底下的Mesh Smooth 平滑一下 Division Level 1 Apply 它的面數真的多了 但是也比較平滑了 算一下圖 很好 當然你要讓它效果更好的話 我們給它一個地板 然後到上視窗來 畫一張地板 Service 裡面 畫出一個地板 回到正中心 再放大 再回到透視圖 這張圖呢 你也可以給它一個材質 例如說 Landing Lember 我們給它找一張草地 Fire Image Name 好 我會有一個資料夾 專門收集資料的 材質 Maya Grasse 草地 Frawing 地板 木頭地板不錯 然後我們再給它打個光吧 CREATE LIGHT SPARLIGHT 它已經在這裡了 那我們 從PANEL這邊 LOOK THROUGH THREATED 從你選擇的東西看過去 咦 猪啊 沒錯 腳這邊 好 這樣子 好 好 燈光在這裡 你可以改顏色 改它的強度 改個1.5 Draw Off 然後它衰退一下下 接下來 Shadow 打開Shadow 要影子 影子 影子的 那個 數值可以高一點 不一定要那麼高 但是可以一直測試 好 回到正常的透視視窗 看一下 欸 有燈了喔 再調一下 調一下 再看一下 OK 你要很多盞燈也可以 CREATE LIGHT 一般來說會有三盞 好 一樣在這邊 我一樣從這裡 Look THROUGH SELECTED 好 補助光源 我就放到它的左 小朋友的右側 一樣我們讓它 英文不要那麼強烈 稍微弱一點的光 好 記得要開它的影子 Sh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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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要打勾 Use Depth Map Shadow 然後回到透視視窗去 再來 Render一下 對 你看 第二個影子就出來了 這樣圖好像太亮了 那我們 看一下 這個燈我們再給它露一點 不要那麼亮 這樣 OK 有好一點嗎 好 再來第三盞 燈光 打到它的左 前方 Light Scarlight Look THROUGH SELECTED 另外一個從這邊 角度不要太遠 不要太 不要超過15度 剛才 剛才 第一盞燈是面對它 第二盞燈大概45度 第三盞燈大概離主燈是15度左右 更弱一點 這樣 衰減一下 打開 陰影 然後回到透視視窗 Render 有三盞燈的效果 會太亮嗎 有一點 是哪一盞燈太亮 這一盞 再給它 不是這一盞 這一盞 1.5 1.1 看看 也好一點點 OK 那我們 好 我要把它留下相片 Render之後呢 按FIRE Save Image 存它的圖片 JPG檔 再打一個Front B R Y A N Front 前照 再一個背後的 背後這樣可能會太暗 可能背後要再打一盞燈 對太暗了 好 最後一盞燈 Spotlight See through Selected 轉到背後去 這盞燈 這盞燈真的不用太亮 給它有點散 邊也模糊一下 打開 陰影 Shadow OK 回到透視窗這邊 看一下背後的情形 噔噔 還不錯啦 再看一下 好 減查一下 512其實也是夠了 對 都是512 我只有第一個 是打1024 畫質 陰影的畫素 等一下 OK 背後的光在這邊 我們看到反光了 好 把它存過去 選到Front那邊 Yes 取代 接下來是背後的 這效果好可愛 近一點 我會將它的照片 再來打開我的Photoshop 就可以收起來了 打開這兩張 不要那麼寬 刪減一下 打上你要留資料2013年1210 存檔Safe 一樣是JPG檔 JPG img 這個是前方 好 存過去 是的 這個可以直接拉過來放在這裡 好 一樣另存心 電存心檔 image 是這裡嗎 跑去哪裡了 電存心檔 咦 那那少是image嗎 也不是啊 ちょっと 為什麼這個有存到那個沒存到 啊 現在沒有JPG啊 打開檢查一下囉 剛還是存到哪裡去了 buy an image 沒錯啊 buy an image 總之呢 你要存回或是另外存可以 image 打開JPG 誒 出現了 好 back 這樣就可以留下影像記錄 喔 這樣就可以留下影像記錄唷 好